問到那個608這一題 因為最後的index值 我們之前不是寫成0.0 而是寫成兩個都把它放 因為其實預設就是 我已經放了兩個空值在裡面 那其實你也可以寫成這樣子 可不可以 也可以 意思說我先建一個空的串列 那我將來就是把那個 它的位置放進去而已 所以寫這樣也可以 那剛剛RUN我看一下 RUN結果應該也是會一樣的 有沒有 2.1 完全不用 它其實只是把資料放進去而已 放到哪裡?放到這兩個空的串列裡面 那剛剛你如果寫 寫意思是說我先寫放兩個東西在這裡 那你不放也沒關係 它先放意思是說我先放的後面我把它蓋掉 有沒有 把資料清掉再把資料蓋掉 到底是一樣的 所以這邊其實不寫沒關係 那下面哪一個代表的 哪一個? 哪一個? 下面這個代表的 Grate 0的話指的就是它的這個串列裡面的index 它的哪一個位置? 鎖影值 它的鎖影值是第幾個 因為我這邊的話 有把資料給放進去 所以把它放到裡面去 所以它未來就是抓這個串列的第幾個 第幾個值的意思 所以前面先放2 表示是第2列 第2加1 應該第3列 然後這邊的話 1的話 等於是第幾欄 1加2 1加1等於第2 可以測有時候很麻煩 0開始 當然要加1 忘了加1就位置不對 OK 所以 慢慢要習慣 可能剛開始你們對於如何去抓取那個 1維 所以特別注意 這個是1維串列的使用方法 更不要說2維 2維 像這邊我覺得同學最容易搞混就是這個 已經1個了 它後面又多1個 那指的是哪一列的哪一籃 OK 那這個可能還是需要一點時間 那我前面有 我先用Excel先鋪陳一下 那為什麼會先用Excel先鋪陳? 因為我知道你們一定聽不懂 因為如果我說我沒有用Excel先讓你知道一下 恐怕我直接講這個 可能很多人都已經頭昏腦脹了 老師你在講什麼 哇太空虛虛幻了 好像感覺是講外星人的語言 OK 那至少Excel你是看得懂 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Excel那個表格的概念 轉換成二維陣列的概念 兩邊可以互通的話 那相對的會比較簡單 當然未來實際上工作裡面 可能你還可以用Pandas 不過Pandas沒交到 第二個它還是有點難度 它要額外安裝 OK 而且它的用法 當然也不完全是都那麼簡單 還是需要有這種一維或二維串列的概念 來搭配應該會更好 OK 所以這個可能請各位還是回去 再把影片稍微看一下 那再來剛剛提到就是第710 那710的話實際上它要我們做什麼 就是把這些人的key key跟他的value value就是他名字 這有點像是員工編號 哪個員工 員工編號 幫我找出這個員工編號 是不是存在 是否存在 是不是在我們這個key裡面可以被找到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它run一下 但是這邊題目我覺得比較麻煩 就是你變成你要什麼 一個一個複製 比如說這個key 假設你要件 所以前面的部分 是如何把這些資料key 放進去 然後對應一個value 比如說這個是 Jennifer OK 然後再來這個key 然後對應一個Tony OK 不過這個很麻煩的地方就是你要一個key 然後最後還好只有三個人 不然的話這真的是麻煩 我很想說 看有沒有 就好像有同學問說 有沒有那種可以把這邊自動複製 自動貼上的這種程式 其實有啦 程式裡面有那個samekey的方法 最後end 然後這邊打一個end 表示結束 end 特別注意 我這邊有先做一件事情就是 把它怎麼樣 print出來 不過我就要mark掉 我們最後得到結果呢 search什麼呢 search這個 我要得到什麼 true或false 有沒有在裡面 enter true 表示有找到的意思 當然未來你也可以不只是說能夠search 你也可以把他的value帶出來 比如說我輸入員工編號 那你就把他的他的姓名 或者他的什麼其他的欄位的資料 順便帶過來 其實做法是一樣的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他輸入資料 他是長什麼樣子 我剛剛把它print出來了 如果你這邊加一個print dict1的話 他最後得到的結果就會長這樣子 dict1裡面就會是一個大瓜糊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key的話一定是擺前面 value擺後面 然後中間加一個冒號 第一個人 第二個人 第三個人 就這樣子 如果還有更多就一直串下去 前面是key 後面是value 因為我們input的話 是一個串 一個串列 所以進來的話 前後也有串列的符號 所以如果我今天上面不輸入的話 其實這邊如果註解掉 其實我下面這一行 就等於是我已經在程式裡面輸入了 這個跟list還有點像 前面我們有一題 我也預先把資料寫在串列裡面 這個是已經輸入好了 OK 我就不用再輸入 然後再來的話 我就執行 你會發現 如果我要在這裡面找哪一個key的話 我就input 請他說你輸入一個key 我要怎麼知道他有沒有在這個dict1裡面 特別注意 你一個關鍵的語法 這個key1 有沒有在in 關鍵字 in 有沒有在這裡面出現 如果有 它就是true 沒有 那就是false OK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我執行一下 那我已經輸入好了 所以search key 假設我search的key 這個是有 如果我把它改一個後面8 有沒有 enter false 找不到的意思 那將來如果說你希望把什麼呢 把你找到的那一個順便資料帶過來的話 那你也可以怎麼樣 把那個key 如果你要把value帶出來怎麼帶 其實剛剛有寫過 如果我要把 你剛剛找到的有了對不對 這個 那你可以把jennifer順便幫我帶回來 那怎麼做 其實也非常簡單 如果你要用它的key 去找它的value 怎麼做呢 dict 中瓜 對不對 裡面放什麼 放它的key 比較好 有沒有 這個喔 這樣就是去找它的value 所以jennifer就帶出來 我們run一下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要找jennifer 這個 這個 OK 我就用key 有沒有 去search 當然第一個出現它會是true 然後呢把這個帶出來 enter一下 有沒有 jennifer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它的key跟value 兩邊是對應的 不過考試 如果是針對考試 你不要沒事加這一行 這個只是因為要讓同學知道 如何把key 資料帶出value 所以以後只要能夠找到key 那相對的也會找到value 還有一點 如果說你輸入資料 像我們前面也講過 就是不能重複資料 比如說你說這邊 假如說你這個編號 如果又一個什麼呢 一樣的key 後面的話可能不叫jennifer 可能叫 jennifer 那你會發現 如果你後面又增加一個的話 它會怎麼樣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又增加一個一模一樣的話 那這一筆記錄呢 就會自動消失 就不會有這個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它去掉 等於是不存在的意思 意思說你後面如果還有再增加 但是是增加一樣的key 它就自動不見 但是也不會提示你說 請不要輸入一樣的資料 它就自動讓它消失 自動讓它消失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在那個第710題 第710題其實題目就是 要我們做什麼 遲點搜尋 這跟遲點有什麼關係 這好像感覺比較像 員工編號搜尋吧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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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观看